近日,山西禁词推出国风文化活动 当古朴典雅的禁词遇上创意十足的原创表演会是怎样的景象? 跟随总台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禁词博物馆 漫步这座千年古词不仅可以去领略古术名目和古代建筑的魅力 更是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活动以及体验项目 去感受古老文化迸发出的创新活力 在禁词的标志性建筑圣母殿前 一场场穿越古今的表演灯台亮相 禁词十二时辰由禁词讲解员自行编排而成 生动还原了圣母殿内人物的一天 从服饰装扮到生活喜剧 他们用舞蹈让雕塑活了起来 也是游客从别样的角度领略了圣母殿折射出的文化魅力 有很多的原创 比如说我们原创的舞剧禁词十二时辰 还有我们的禁词古诗词朗诵的一个情景剧金玉 让我们历代的诗人来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碰撞 刚才又看了一些汉塘这个表演 这古装刚才也挺震撼的 一看了以后其实也非常新颖 据了解禁词国风文化活动将持续四天 国风文化课堂等活动将陆续展开 感谢观看